日用天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普世君王节 各泽克尔仙之书,34章11-12节,15-17节 吴主上主这样说,看,我要亲自去寻找我的羊,我要亲自照顾我的羊 如同牧人在羊群失散的那日,怎样寻找他的羊,我也怎样寻找我的羊 我要把那些曾在阴云和黑暗之日,四散在各地的羊,从那些地方救回来 我要亲自目放我的羊,亲自使他们卧下,吴主上主的断语,失落的,我要寻找,迷路的,我要领回,受伤的,我要包扎,病弱的,我要疗养,肥胖和强壮的,我要看守,我要按正义目放他们 我的羊群啊,关于你们,吴主上主这样说,看,我要在羊与羊,绵羊与山羊之间,施行审判 圣勇 23篇1-2节,2-3节,5节,6节 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实在一无所缺 他使我握在青绿的草场,又领我走进幽静的水旁,还使我的心灵得到舒畅 他为了自己名号的缘由,领我踏上了正义的坦途 在我对头面前,你为我摆设了言席,在我的头上富有,使我的悲觉满意 在我一生岁月里,幸福与慈爱常随不离 我将住在上主的殿里,直至幽远的时日 保禄宗图至格灵多人前书,15章20-26节,28节 弟兄姐妹们,基督确实从死者中复活了,做了死者的出国 因为,死亡既因一人而来,死者的复活,也因一人而来 就如在亚当内,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内,众人都要复活 不过,个人要依照自己的次第,首先是作为出国的基督 然后,是在基督再来时,属于基督的人,再后,才是结局 那时,基督将消灭一切率领者,一切掌权者和大能者 把自己的王权,交于天主父 因为,基督必须为王,直到把一切仇敌,屈服于他的脚下 最后被毁灭的仇敌,便是死亡 万物都屈服于子以后,子自己也要屈服于那时万物屈服于自己的父 好叫天主成为万物之中的万有 玛窦福音 二十五章三十一至四十六节 那时候,耶稣对门徒说 当人子在自己的光荣中,与众天使一同将来时 那时,他要坐在光荣的宝座上 一切民族,都要聚在他面前 他要把他们彼此分开 如同牧人分开绵羊和山羊一样 把绵羊放在自己的右边,山羊在左边 那时,君王要对那些在他右边的说 我父所祝福的,你们来吧 承受自创世以来,给你们预备了的国度吧 因为我饿了,你们给了我吃的,我渴了 你们给了我喝的,我做客 你们收留了我,我赤身露体 你们给了我穿的,我患病 你们看顾了我,我在尖里 你们来探望过我 那时,一人回答君王说 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过你饥饿 而供养了你,或口渴,而给了你喝的 我们什么时候见了你做客 而收留了你,或赤身露体 而给了你穿的 我们什么时候见你患病 或在尖里,而来探望过你 君王便回答他们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你们对我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个所做的 就是对我做的 然后,君王又对那些在左边的说 可咒骂的 离开我,到那给魔鬼和他的使者预备的勇火里去吧 因为我饿了,你们没有给我吃的 我渴了,你们没有给我喝的 我做客,你们没有收留我 我赤身露体,你们没有给我穿的 我患病或在尖里 你们没有来探望我 那时,他们也要回答说 主啊,我们几时见了你饥饿 或口渴,或做客,或赤身露体 或有病,或坐监 而我们没有给你效劳 那时,君王回答他们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你们没有给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个做的 就是没有给我做 这些人要进入永乏 而那些义人,却要进入永生 圣经反省分享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普世君王 直到永永远远 在《厄泽克尔先知书》 34章11-12,15-17节中 厄泽克尔告诉我们天主爱他的子民 就像牧羊人深切关心他的羊群一样 他寻找失丧的人 包扎受伤的人 并兼顾软弱的人 天主是一位充满爱心和怜悯的牧人 这在耶稣自己的说话中得到了呼应 耶稣称自己是寻找迷失羊的善目 《玛窦福音》15章24节 18章12-14节 《路加福音》15章1-7节 在格林多前书15章20节-26节 28节中 保禄说基督是全能的统治者 他将统治 直到他所有的敌人都屈服在他的脚下 而最后一个被消灭的敌人就是死亡 基督战胜死亡为我们提供了永生和复兴的应许 透过他的复活 他为所有相信他的人带来生命和希望 《玛窦福音》25章31-46节 向我们展示了最后审判的生动画面 耶稣描述了两类人 绵羊和山羊 代表义人和不义的人 令人惊讶的是 判断他们的标准不是基于如何参与了宗教礼仪的表现 或做了什么与遵守揭命有关的 而是基于他们怎样去对待他人的方式 那些对饥饿 口渴 陌生人 赤身露体 生病和被监禁的人表现出爱 和连续的人将被欢迎进入天主为他们准备的国度 他们在不知不觉中透过他们的善行来服侍基督 相反 那些忽视帮助有需要的人的人会受到谴责 你是否让基督的爱 你的主和君王 在你心中掌权呢 奥斯定说 本质上 有两种人 因为有两种爱 一种是圣洁的 另一种是自私的 一种是服从天主的 另一种是努力与他平等的 耶稣来不只是为了成全公义的法律 列位纪十九章也透过他对我们无条件的爱和怜悯来使法律得以满全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献上了自己的生命作为替罪人赎罪的赎罪祭 这就证明了他对我们的爱 他的死为我们带来了自由和生命 免于恐惧 自私和贪婪的自由 耶稣为我们带来了圣神内丰盛的新生命 圣神用天主的爱充满我们的心 罗马书五章五节 让我们被天主的爱来进化我们的心 改变我们的思想 去思考 去实行和去爱他人 就像主耶稣透过言语和榜样所教导给我们的 耶稣自称人字 这是一个墨西亚民贤 是天主的受负者 降临到世上来统治和审判世界 若望福音五章二十六至二十九节 达尼尔先知书七章十三节 以及他关于分开山羊和绵羊的比喻 一定让他的听众大吃一惊 在巴勒斯坦的干旱地区 由于草场稀疏 山羊和绵羊常在白天一起吃草 晚上 当牧人把绵羊和山羊带到休息的地方时 他把他们分成两组 因为山羊比较好逗 专横 不安分的 有领地意识的 每当他们认为有人侵入他们的空间时 他们就会用脚去撞别的动物 因而山羊逐渐被象征邪恶 替罪羊 scapegoat 以此也成为那些要替他人承担责备或罪咎的人的用语 参考类卫纪十六章二十至二十二节 了解书罪节驱逐一只承担罪孽的山羊的仪式的描述 耶稣替我们承担了我们的罪责和罪过 并将他们钉在十字架上 他付出了代价 使我们摆脱罪恶和死亡 我们可以选择去跟随并服从主耶稣作为我们的主和救主 或者选择去做我们自己的主人 走自己的路 远离天主的真理和公义的道路 我们不能对基督的命令漠不关心 如果我们不悔改我们的错误行为 就是我们的罪和得罪天主和敬人的行为 当我们违背福音时 我们就不能成为主耶稣的门徒 也不能继承他公义 和平和喜乐的国度 善与恶的分离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一种方式会导致罪恶 叛逆和死亡 另一种方式则导致进化 平安和与天主同在的永生 山羊和绵羊的比喻与富翁与拉扎路的比喻有相似的结局 富翁拒绝向每天在富翁门口刑起的穷人拉扎路提供任何帮助 路加福音16章19-31节 尽管拉扎路很穷 缺乏所需的东西 但他仍然把希望寄托在天主和天国里永生的应许上 富翁是个贪爱财富的人 而不是一个爱天主和敬人的人 拉扎路死后 他被天使接到亚巴郎的怀里 在天上接受他的安慰 当富翁死后 他的命运发生了逆转 他被扔进了他应得的不灭的地狱之火中受苦 这个比喻强调以前的富翁现在被囚在地狱里 成为贫穷而悲惨的囚犯 而拉扎路则穿着锦袍 在天国的天主的沿袭上享受盛宴 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和深渊 天主公益审判的日子将显明我们今生选择了那一种爱 其一是那种指向天主和我们邻居的福祉的神圣无私的爱 另外是一种将自己置于天主和我们邻居的利益之上的自私的爱 当主耶稣作为万有的审判者和元首再次降临时 他会召唤我们每个人 站在他的审判座前 回答这个问题 你在你这一生钟爱谁并把谁放在首位 那些相信耶稣基督并遵循他的爱和公义之道的人不会失望 他们将得到公正的奖赏 即在天主永恒的国度里与天主同享永生和平安 如果我们今天将自己的生命托付给主耶稣 并让他的圣神进化我们的心灵和思想 那么他就会赐给我们恩典、力量和自由 让我们在他仁慈的爱和良善的力量下每天行走和生活 主耶稣,请成为我生命的主人和君王 愿您的爱在我心中作王 使我只能怀着对所有人的仁慈和善意来思考 行动和说话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